那里面有哪些是比较重要的 那书上面讲很多啦 不过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地方 Activity真的比较抽象 不好理解 不过有一些重点一定要知道 比如它的生命周期 它的生命周期里面我要怎么知道 其实这边已经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表 这个表就是你把游标放在Activity上方 它应该会有一个说明出来 那如果没有说明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网路是不是没有办法连线 理论上因为这边 你把游标放在Activity上方 那就会有一个说明 这个说明的话 现在新的Eclipse都会指向到网路上 所以理论上这个应该是要有一个说明档 我是看可能是我们这边网路有问题 连不上网路 我等一下再看一下 那这个就会有一个说明出来 什么叫做Activity 然后你就把这个说明往下移动 就会有一个Activity的一个生命周期的图表 图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呢 前面所讲的这个基本架构 到底跟Activity有什么样的这个关联 还有了解所谓的这个生命周期 Activity生命周期 再来就是事件处理 那事件处理的方式 我前面是教各位怎么样呢 先把它用背的 有没有 set on 打一个set off之后的话 然后呢 它就会自动会出现什么呢 set on click listen 也就是一般 大部分就是说 你要在哪个元件上面 可以做什么样的事件 有些都差不多都固定的 也可以查得到 然后呢 要在哪边建立一个Listener Listener就是说呢 随时扫描 扫描什么呢 当使用者如果按了一个动作之后呢 他就会执行哪个方法 好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事件 那这个事件部分呢 当然在那个什么Visual Studio 微软的那个部分呢 其实微软做得很好 因为它点价具 通通帮你做好 你把程式写上去就好 可是呢 在Java跟那个Android里面呢 就没有这么方便 你要自己去建立 这个所谓的事件 自己要去处理 所以写起来稍微比较麻烦一点点 不过我想未来 应该那个 这个部分 Android也慢慢应该会自动化 只是说目前是还没有 然后最近那个2013 有一个那个Google I.O.大会 就是Google的一个每年的盛事 他就是会把未来他们的一些 未来一年的蓝图做一个说明 那其中有一个跟那个 我们比较有关系的 就是说 我一直就是 一直上个多多预言 就是一直在 预言就是说 将来一定会有一个 Android的一个开发环境 慢慢会取代Eclipse 会越做越好 那只是说Google它是 反正就先推嘛 然后呢 不然的话商机就是别人的嘛 如果说 他不把Android 那等到Android已经完全成熟 再来推的时候 市场